上禮拜主要是讲到第六次上课 我们用到日期有关的 好像日期里面的话 比较重要的观念 好像那个 其实日期就是一个整数 那那个时间就是它的后面的小数点 OK 所以一天的话刚好就24小时 那所以如果一个小时又二十四分之一 那大概有这个概念 另外我们怎么样制定那个格式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一个民国年 然后后面有个周级的话 那像上礼拜讲过嘛 这应该还有印象嘛 然后还有利用那个test函数 转换成文字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比如说像民国年 里面有年月日 那你还有周级 有四个讯息 如果说你要分别把那个年月日 跟周级分别切割的话 那你当然不能直接用什么 用那个文把它当文字 除非你要先利用什么test函数 先把它转换成你要的那个格式之后 才能去做切割 应该还有印象嘛 上个礼拜的东西 然后另外还有当daddy符 那为什么需要用到daddy符 因为其实如果你要算天还比较简单 但是算月跟算年 就当然因为有论年啊 论月的问题 还有30天 31天的问题 所以daddy符基本上 就是帮我们解决什么 就是你如果要算一些比较精确的年跟月 或者是像什么扣除掉年之后 相差几个月啊 或者是说扣除掉年跟月之后 我要想取得那个最后的天的话 有没有上礼拜有计算那个 那个人的生日到今天为止 的精确年龄 有没有 这个有一个例子 我们用daddy符 那另外呢 再利用什么 利用weekday 还有time time的话就算时间 另外还有快速的建立年龄 那建立年龄的话 我们主要会用到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用 那个e-day函数 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所以你只要产生 这个 就是开头的那个天数 然后 再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就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 加一天嘛 可是问题是 最下方会有多出 比如说2月28到3月1号 那3月1号那个东西 我不要出现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month来判断 有没有 month主要是取得什么呢 取得那个除春歌里面 月的部分 如果两个相比较之下 如果呢 不相同的话 那就帮我清除 应该还有印象 那如果说 当然清除掉之后 3月1号清掉 3月2号会发生错误 所以错误的话呢 可以再用ifl去把它过滤掉 再来就设定格式化条件 设定格式化条件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呢 主要是在弥补什么 弥补就是说 我们用函数 没有办法变更格式 如果你要用函数的方式去变更格式 你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的新增规则 先规则里面的有用公式哦 那个公式指的其实就是你可以用函数的方式来判断 所以我们还有印象嘛 week day 判断如果他礼拜六给个格式 礼拜天给个格式 OK 然后甚至还可以有吗 我们好像 如果里面空的 它会判断成7 也就是空的跟礼拜六 week day判断出来结果就还一样 这个有点怪怪的 不过没办法 因为函数本身就是这样的规则 所以你知道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礼拜六哦 诶 除了礼拜六之外呢 空白的不要格式还记得吧 我在那个施定格式化条件多一个end 有没有 end刮弧 就是两个条件都要为处哦 一个是礼拜六 逗点 不是空的 诶 不是空的 A2不等于空的 有没有 它就会把那个 诶 诶 那个格式给清掉 应该有印象 所以这个部分回去一定要再实做 而且尽可能的 有时间就把它用在其他地方上面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 我尽可能的就是把那个我觉得 在Excel应用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把它挑出来 OK 所以其他的话呢 当然还有就是增加那个空白储存格 也就是你希望那个 日期下方你要做一个schedule的话 要排一些什么行程 那你可以怎么样 诶 那怎么增加呢 还有印象吗 我可能 如果不写程式的话 也许你可以1到31 1到31 重新排序一下 可是排序之前 你可能要重新把它贴上 选择性贴上 有没有 因为如果你排序之后 它会抓前面的公式嘛 那如果不用刚刚讲的 你可以用VBA撰写 那所有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在我们的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记得云端 里面的数学 不 日期时间函数里面 那这边就有个程式嘛 那上个礼拜讲的东西啦 其实全部都在这里 OK 如果你忘记的话 有没有 像怎么去切 先用Test再切切切切 有没有 先Test 然后再去切左边的 密的密的密的 OK 然后格式在这边 有没有 这些其实都有了 所以回去的话呢 一定要再实做过 那有一些可能略讲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可能也自己照着再操作一遍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那当然再来就是看那个 我们的那个第六个单元 第五个 第四个单元 第四个单元的话呢 请各位待会开启 数学函数 那数学函数 我想上函数应该大家都会啦 那个上函数加总应该没什么 可能会比较有问题 也许在比如说我今天希望算出总成绩 可是总成绩里面呢 会多一个比例的问题 比重的问题 比如说这一次30 其他的话呢 最后一次40好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算总成绩的话 就是这个乘这个 加这个乘这个 有没有 加这个乘这个 但是你如果用公司来算的话 变成你要做很多次嘛 这个跟你讲这个好了 这个乘这个 当然你两个相乘就可以 加上这个 乘这个乘这个 加上这个 乘上这个 那未来当然呢 向下填满 所以11列的部分一定要锁起来 所以通常会在11的前面呢 加一个锁的符号 前的符号 那因为只要向下填满 所以把列的部分把它锁起来 打勾 OK那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算出总成绩 不过呢 你会发现这个公司 好像有点冗长 如果未来月考不止三次 可能还有平常考等等成绩 那你岂不是要一直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 所以呢 在Excel里面 有没有类似的函数 可以帮你比较快的做完 当然有啦 所以这地方你可以用 插入函数 里面找一下 在数学函数里面 找一下Sum开头的 Sum OK 那不过我们不这样用Sum 你往下找 有个叫SumPoda 这个SumPoda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帮你把多个范围互相乘的结果 放到你指定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是一个范围 我要希望它互相乘 乘哪个范围呢 乘这个范围 两个相乘的结果 帮我丢到这里 那意思跟刚刚那个做法一样 它差别是怎样 你就简单多了 当然它这边有讲说 不是只有两个 你可以三个四个五个 很多个 反正只要互相乘 互相乘之后的加转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那个逻辑就是前面那个公式 不过呢 应该会简单许多 它最多可以相乘的那个 这个array我记得好像最多可以 255个还是多少个 反正array非常多啦 你可以一时相乘 但是理论上我们顶多就用两个 大概就差不多 比较常用的array1 有没有 这边有255个阵列 第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的话 就这个范围 然后因为这个范围呢 我待会会向下填满 所以你可以把它按F4 我的习惯是准确一点 因为我只要向下填满 所以我只要锁列就好了 所以按两下F4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什么叫array 其实呢 在esail里面呢 它会用大刮弧 来表示 它是一个阵列 OK 所以往后 你要执行阵列的话 也是大刮弧 不过呢 在esail里面蛮特别的 如果你要执行阵列的动作的话 你还不能自己打大刮弧 你要记得有个快 这个组合键叫 Ctrl Shift加Enter 才能够去执行阵列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阵列这种东西 因为工作里面有很多地方 都不是只能做 只做一次 你要做整个范围的话 那你就必须用阵列 那这个部分后面还会再提到 如果你用阵列的话 可以处理什么 重复的动作 它的概念呢 有点像是VBA里面的FORWARD圈 FORWARD等于多少到多少 它把你整个范围全部跑完 再把结果丢回来 后面还会再提到 这个还蛮重要的 不过呢 在esail里面 如果用阵列执行的话 其实真的还不太容易 反而有时候比VBA写的还要困难 为什么 因为VBA可以写很多行叙述 但是呢 这个在esail里面只有一行 因为资料编辑列只有一个 也就是你要把很多很多东西 写在这里 真的就不容易了 什么地方会用到呢 后面我们还有范例 后面再提 那只要你大家有概念 大瓜糊 有没有 它把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中间它斗点 第一个第二个 相乘之后加起来 相乘之后加起来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那我把它改整数好了 OK 然后向下填满 好这样的话呢 就第一个第二个 再来也许哦 请各位再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VBA的部分 那我们前面讲过嘛 VBA可以用什么呢 不就是两个形态吗 一个 这边按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填满 不就是在这边插入一个自定函数 有没有两种形式哦 那其实程式都不不长啦 不过你将来要慢慢习惯 就是说 呃 如果你要提高效率 有的时候呢 还是能够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可以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还记得吧 OK 所以请各位先练习 这个跟这个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VBA的部分要怎么做 那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VBA部分的话 当然哦 我主要是从函数 在 呃 如果你函数已经熟的话 那你就可以再往前推进 因为其实工作里面呢 很多地方呢 都会 不是只能用函数来处理 因为函数 基本上哦 它有一些 比较不足的地方就是说 它只能够 一栋一栋一栋的处理 那如果你要把所有东西串在一起 一键完成的话 诶 这个时候你只能用VBA了 那VBA呢 要怎么样能够比较让你 比较方便 而且能够 呃 就是 学习上 我觉得会更有 有那种 衔接的感觉 基本上 所以我们会是从函数 的概念 直接转换成VBA 那这部分两个是相同 虽然做出来结果是一样的 可是你可以透过什么 函数 到VBA之间的那个转变过程 了解 怎么去把VBA给变出来 这里我想各位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个刚刚讲过的那个 sample的函数